第五个问题呢 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关于这个国际收支 因为我们要讲开放条件下的均衡 所以我们要讨论一下 首先要讨论一下国际收支平衡表 那么国际收支平衡表 它是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和其他国家或者地区 进行全部经济交易的系统记录 所以大家要注意 这是一个全部经济交易的系统记录 就是你一共出口了多少 一共进口了多少 资本一共流出多少 一共流进多少 它是一个系统的记录 所以这里面呢 我们要注意 它有四个最基本的账户 一个是经常账户 经常账户 中间有货物 主要是通过贸易 贸易就有进口和出口 那是货物 也就是都是有形的 第二呢 是服务 这部分也是我们现在经常账户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 尤其是我们中国近年来 近些年 这个也不是也不是几年了 快近十几年了 我们的劳务出口量很大 劳务出口量 因为我们原件外边的工程越来越多 我们走出去的项目 企业走出去项目越多 那我们相对来说 我们的用我们自己的这个 这个这个劳务呢 就用我们自己的工人 它更顺手一些 管理上呀 包括沟通上更方便 所以有很多项目都是带着劳务出去的 我们单方面的劳务也很多 到外面承包各种项目 那么还有一些收益和单方面的转移 收益和单方面的转移 单方面转移 比如亏赠啊 捐献啊等等 那么第二大项就是资本和金融账户 这个项目呢 过去我们都就叫资本账户 现在把资本和金融账户分开了 但是这项目里边比较复杂 它资本项目当中的包括了资本转移 和非生产性非金融资产的收买 什么叫资本转移呢 就是投资捐赠和债务注销 这都属于资本转移的 而非生产性非金融资产的收买或出售 主要是土地呀 无形资产 比如说专利呀 版权呀 商标啊 这一类的收买或者出售 这就是属于非金融资产的收买和出售 那么在金融账户里边 主要包括了三大投资 一个是直接投资 一个是证券投资 证券投资我们又叫间接投资 还有一个是其他投资 包括各种国际的信贷 预付款等等 这是第二个大的账户 就是经常账户和资本和金融账户 这是最大的两个账户 那么第三个账户呢 就是储备资产 储备资产 在国际收支平衡表里边的储备资产 主要是三大项 一个是外汇 黄金 第二是黄金 第三是MF分配的特别提款权 MF因为每个国家都在MF交份额 交完了份额 他就给你分配特别提款权 这是用来 可以用来清算国际收支差额的 可以用来清算国际收支的 就是这个债权债务关系的 第四项呢 是净物差与遗漏 这是编表人员 人为的在平衡表当中设置的项目 用来抵消净的借方余额 或净的待方余额 那么也可能有同学说 你搞这个人为平衡 那不是你那个 等于你永远是平衡 那大家知道会计账上 会计的报表必须是 丁字账户是一定要平衡的 对不对 但是我们国际收支表当中 这些账户 尤其是经常账户资本账户 这两个账户 它有各种原因 它是它不可能完全精确的来平衡 为什么进何出 为什么第一大家知道 有偷有这个关税啊 有偷税漏税的是吧 有走私的吧 很厉害啊 那么另外呢 还有一些比如说 你这个居民他申报的时候 他出入关申报的时候 不那么就是出关和入关 因为统计口径不一样 海关有海关的统计啊 那么我们比如说这个 我们那个我们外贸部 有外贸部的统计 我们出口就是 进出口部门 有进出口部门的统计 我们金融机构 有金融机构的统计 我们国家统计局 有国家统计局的统计 所以呢 各个统计的数 有时候也碰不上 碰不到一块 因为这个 这部分设计的很复杂 特别是有一些 这个在边境地带 有一些贸易 这个进出口 这个量 他有的夹杂在里边 有的是这个走私在 走私了一部分 出去走私了一部分 进来他又不是 那么有的呢 居民出去 比如应该申报 但没申报 回来的时候该申报 或者他没全额申报 这种状况很多 所以错误和遗漏 这是一定会出现的 一定会出现 所以需要有一个 设立的一个 这么一个项目 来保持国际收支平衡表 所以我们一定要掌握 四个项目的主要内容 那么我们说 这个里边呢 几个项目呢 这个是很重要 很重要 那么我们 这个 给大家呢 看一下 这是我们 今年第一季度 我们的国际收支平衡表 那么国际收支平衡表里边 大家可以看我们一般项目 对吧 有货物 服务 这看这是货物 这是货物 货物里边 那么还有服务 包括我们有各种各样的 这个 这个各种服务 是吧 你看 然后呢 是这个 各种收益 投资收益 职工报酬 还有经常 经常转移 对吧 包括政府之间的各种捐赠啊 其他部门的各种 这个捐赠项目啊 等等 然后资本和金融项目 这是我们的资本项目 资本项目很少 它主要我们刚才讲了 主要是那些专利啦 什么 各种商标啦 各种 各种 大部分的项目 主要是这个金融项目 金融项目 那么金融项目当中 有直接投资 我们国家在外的直接投资 和外国在华的直接投资 一个是我们出去投出去的 一个是外国投过来的 啊 那么大家也可以看出 从今年一季度来看 大家看看是不是情况发生了变化 啊 这是那个我们呃 这个这个是看差额啊 看差额 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 差额来看 大家发现没有 我们现在 这个我们出去的 在华投资啊 呃出去的这个投资就比较多 对不对 哎 那么包括呢 证券投资啊 证券投资就是我们购买 我们因为有这个 呃 也也有机构做这个 这个境外的这个 就比如你在买香港的股票 买这个美国的啊 那么包括呢 你看这里面有 有各种股本 买股票 有债务啊 买的各种债券 哎 有中长期债券啊 包括呢 货币市场的工具 啊 还有负债 另外还有一些 其他投资啊 贸易信贷的贷款啊 货币存款主要是存在 外资金融机构的这些 往来一些 一些存款 还有一些其他资产啊 这个里边是比较多啊 这里边比较多 那么这是储备资产啊 这是储备资产 我们主要是外汇啊 我们主要是外汇 其他变化不大 这是错误与遗漏啊 这是我们今年的 这个 国际收支平衡表 所以这里面呢 我们通过国际收支平衡表 这里面呢 我们刚才给大家看了 这个项目 大的项目 我们需要注意的几点啊 怎么来把握 它的项目及其关系 第一个呢 就是整个国际收支平衡表 我们刚才给大家看了 这是我们一季度的啊 呃 我们的国际 各国家都是一样的 国际收支平衡表 编织的时候 这是国际货币基金 就是MF做的规定 它的这种 所有国际收支平衡表 编织有四条 基本的记账原则 啊 就国际收支 第一是富士的 不计 就是每一笔交易 你都要在借方和贷方同时反映 啊 借方呢 是表示 你支出的增加 负债的减少 贷方表示资产的减少和负债和收入的 以及负债和收入的增加 啊 这是富士的布基原理 我们知道富士布基就是 有借币有贷 是吧 借贷币相等 你们学过会计了吧 嗯 这条原则很重要啊 第二呢 就是责权发生制 责权发生制 那么所谓的责权发生制 它是以交易的记录时间和所有权的转移为标准 就是要 按照你这个交易的记录 就比如我统计今年 那我今年的这个交易 记在上面 今年记的 因为大家知道有很多国际贸易 它的记录时间可能跟 实际发生时间不一定是完全一致的 啊 你比如说有很多货 它得货到了 验了货以后 才决定我要不要这一批 对吧 同学们也关注到我们现在有很多 我们还退退回去 比如什么转基因东西 查出来 不要我们退出去啊 把钱还给我们 是吧 所以呢 有的时候它发生 不一定是完全同步 所以要按照交易的记录时间 和所有权的转移 来作为标准 啊 这就是责权发生制 你全力发生的变化啊 责任 第三是按照市场价格记录 啊 是按照市场价格记录 第四呢 所有的记账单位 需要折合为同一种货币 你要不都用人民币记 要不都用美元记 那么现在呢 我们一般的来说 因为这个 我们一般会 会用两种都会有 都会有 按人民币记的 按美元记的都有 都可以查 但是报道MF的 基本上都统一 折换成美元了 啊 因为但这样各个国家的国际 收支 它才可以比较 啊 这是呃 我们要注意的这个 那么第五个呢 要注意各个项目之间的关系 啊 四个主要项目的代数核 应该为零 我们在教材上给大家 呃 一个简化的一个 一个国际收支平衡表 虽然 这个因为是10年初的啊 这个有 有两年了 但是项目没有什么变化 就是四个主要项目 他们的代数核 应该为零 而每个大项当中的二级项目 是三级项目的一个代数核 啊 就是底下小项加起来 就是上一级 小项加起来上一级 全部加起来四项代数核为零